筛选总价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刷 跟之前那个查询蛮类似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查什么 假设我先删掉一下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预算 那我预算多少呢 可能我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可能口袋没有很深 所以我可能有500万 年轻人500万已经很拼了 500万好了 个时百千万 十万百万 那我希望找500万到1000万的房子 个时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OK 然后呢按确定之后呢 我希望帮我查出来 并且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当然最好了 也许未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做个排序 不过我这边是没有人家排序 你可以针对这一栏去做排序 你可以在这边补一个排序 那排序的话 当然或者我们手动来把它补一下 也许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A到Z好了 OK 当然美平单价 或者是总价 总价最便宜的 帮我排序一下 那要不要扩大 这扩大一下 OK 那最低那500万 所以你会发现了 500万可以买到什么吗 哪里的房子 500万还是有房子可以买了 只是说可能会比较是属于那个 木栅 或者是北投 OK 然后等等的 而且它建筑的时间 这些应该都会比较老旧的 大概就老旧公寓吧 等于是至少都20年以上的那个老旧公寓 可能你还是要去看一下什么漏水 最好是下雨天去看一下 漏水也蛮麻烦 而且说真的 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也很容易被骗 因为说真的 很多人装潢好 你怎么知道 这装潢 除非你自己把天花板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 那也当然 或者是说你可以配合什么Google地图 比如说这个Google 假设这边 你不知道地方 你可以再配合那个Google地图 像我蛮常用到Google地图 所以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搜寻 利用接近 你可以把这个这个他一支30号 大家可能会找不到 所以你可能就找43项 然后呢 看一下这地方的原来是在那个 然后就是和这个河滨旁边 可能也许会有什么的 淹水的问题等等 因为这边好像之前是不是有 淹水的问题 不过看起来好像房子也还不错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一点功课 实际上找房子就可以这样很快的 而且你会发现Google其实 这个这个街景做的相当的棒 而且我也常常看他 这边好像还有街景的那个时间 他好像也可以调整 像我都会看一下我们家下面 2009年到他每一次都会拍 每一次拍的照片都不一样 有时候还拍到我车厅在那边 还可以看 有时候没拍到 有时候拍到 而且还拍到一些 比如说是不是长期的那个占用路霸 你一看就知道了嘛 因为历年来本来没有 后来变有那就可能 所以他这个街景都做得非常的 非常的棒 好像我有时候要找 其实你也出门前先看一下嘛 比如说旅游啊 或者是说你要买房子啦 先可以在 你不需要真的人到那边附近 那边绕绕绕 也看不了那么多 反而这个东西还比较 比较好一点 像我旅游 出国旅游的时候 也都是先做功课 那做功课第一个 我可能会想说 比如说最好是下飞机之后 直接最快的速度到饭店 所以你要看哪个地方 离那个你 坐最快的车子 到达现场 然后东西放了 就可以马上去旅行了 那你怎么知道 你又没去过啊 而且像我都不跟团的 跟团真的很不好玩 完全就被绑死 你想要留一下 他不行要走了 你不想去的 他又偏偏要去 那自由行的话就很弹性 所以你要用这个Google地图 你可以算一下 而且他这个还蛮方便的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按右键 测量距离一下 他这边还可以这边到这边 到正道多远 有没有 五百多公尺 马上告诉你 当然他是直线距离五百多 可是如果你真的走的话 可能要大概再多一点点距离 可是基本上也不会差太远 其实还蛮好用的 Google地图对生活上面帮助还蛮大 所以防众其实也应该多多使用他 把这个结合进来 而且街景你反正你不用现场去拍照了 他都已经帮你拍好了 你只要往前推 往前推 而且你可以怎么样 再看一下这个街景 这个机关 各位知不知道 有没有 本来这边是有一道这个对不对 被拿掉了 有没有 被种绿化了 有没有 他以前是有一道这个围墙 对不对 那当然 这个每个地方 你会不要点一下 他会往前 每个地方 有点像你好像真的到现场去看一样 好像还蛮好 蛮好玩的 这可以逛很久 OK 有时候其实旅游 不一定要真的先到现场 再开始旅游吧 你与其这样你不如先走走 所以有时候我会先 还没出门前 先就是用Google地图 先在这上面旅游一下 还没旅游之前 先在这里旅游 那你就知道那边该不该去了 而且很多地方 到底是好是坏 反正像这个地方 你不知道 我会先看几颗星 有没有 而且这个星还不一定准 因为有些私人机构 不过如果那个星数 评论的人很多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做假了 因为可能几千几万个 那怎么做假 你要找几千几万个 那不容易 另外还有什么评论 看一下评论 有没有 这边的话 什么都说好 那其实大部分也不会太差 所以像我去住宿也是一样 或者去那家餐厅之前 一定会先看一下 不然的话真的会遇到那个 所谓的雷 雷就地雷 很多年轻人喜欢用雷 我刚才不知道什么是雷 原来就地雷的意思 就是你还没去之前 你就先看一下 如果是 所以没有四颗星的 我通常会考虑 除非它是真的是 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很便宜 像住宿嘛 住一晚便宜 至少要三颗星 如果没有三颗星 真的就不要去了 因为我之前就真的遇过 还是一点多颗星 出门前还不知道 定了之后才知道 不过那是很久以前 OK 这里的话 大概 顺便补充说明一下 所以网路上 其实有太多的资讯 那只是说你要懂得去 把它做连接 那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查出来 台北是哪些地方最便宜 万华 所以你会发现 便宜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 不是在最中心 一定是在郊区 另外的话 它的房子一定也是 蛮老旧的 OK 然后诸如此类的 你可以配合Google地图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清单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 先做那个清单 那我们是利用移除重复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在那个2007以后 才有这个移除重复 Excel的2007 如果是Excel2003 以前的版本 它是没有移除重复功能 那像我们以前是要 自己利用VBA 写一个移除重复功能 OK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逻辑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你先用VBA写一个排序 先把那个什么的资料 像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 这边 第一个当然你可能需要 贴上 你第一个可能需要什么 按照这一个去做什么 排序 A到Z 不要扩大 OK 不够把那个排进来 标题可能不要排 所以A到Z 然后 最好用进阶的 因为这个 这边 这个要打勾 否则它会帮你排进去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写一个 那个回圈 从最 第二列到最下面 你要做什么 如果这一列 跟这一列相同的话 那就把这一列 这个资料给删掉 下面往上 直到删完为止 OK 但是删除列 特别注意 最好是从 下面往上删 如果你从上面 因为你如果删除 这个资料 它下面会往上 它的位置 就会跑掉 所以这个当然 后面 怎么去做 那个 拽写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放 所以这个后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OK 好 那当然因为我们这边 刚好移除重复 那我们就移除重复功能 接下来我们大概会做几件事 后面的部分的话 大概第一个 我先把它做批示删除 批示新增 你们在了解 批示查询之前 你可能要学会两个东西 如何批示新增 那什么叫批示新增 也就是说 我今天呢 假如就要针对清单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交易标的 或者是说我不一定是交易标的 我今天如果说我今天要 里面一定是空的 现在先做一个空的 然后再配合单次查询 把资料查完之后贴过来贴过来贴过来 所以如果你要做批示查询之前 要先学会如何做批示新增 跟批示删除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批示删除 那删除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删除某一个工作表的话 你只要告诉 那个Excel说 你要删的是序词 序词哪一个 当然你这边可以告诉他说 你是第几个 比如说从这边算过来 总共可能有 二四六七 第七个好了 那你可以告诉他序词七 点后面的话呢 什么 delete就可以了 你可以告诉他 这个帮我delete 前面的话你就加一个序词物件 后面加上一个索引词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删除的是什么 七六五四三 OK 那就是什么 二不能 二一不能拿 这个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跑个回圈 帮我把什么 第三个到第七个删除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我比较建议 你一定要倒过来删 你想说为什么要倒过来删 到底很简单 因为 它的顺序现在是 七 这个是删 可是如果你不是倒过来删除 假设你把第三个删掉的话 他会问你要不要删 删除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原来第三个删掉了 可是你可能要删第四个 但是第四个会怎么样 他要往前地步 第四会变成第三 第五会变成第四 那这样就乱掉了 变成说你要再去怎么样 再去加一减一 你可能要再把那个原来 你要删的再把它减一 那不就很麻烦 因为之前我有写过这样 你要一直换算 所以呢 如果今天 如果我今天倒过来删 你会发现 如果我删后面 现在好像删了一个 那现在是第六个 如果把第六个删掉的话 它一样会跳出这个讯息 删除 第六个删掉 它并不会影响前面的 所以特别注意 只要你做删除 像我刚刚有提过 删除力也是一样 删除工作表 一定要从后面删回来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删除 假设这样 心真 OK 记得 从后面删回来 那删回来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假设从最后一个 所以你可以什么 for I 等于 should.com 因为我不知道几个 到第三个 怎么样呢 帮我把它删掉 不过删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刚刚会跳出什么 删除 它会跳这个 这个叫Alent Alent 这个Alent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一个系统 预设的一个状态 反正你只要删除 它一定会跳这个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批示删除 假如你100个工作表 你要删的话 它一定会跳100个浪 要不要删除 要不要删 那你会不生其擾 为什么 你一定要按删除 它才会帮你删掉 如果你不按 它就不帮你删 那这个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把那个 Alent 关掉 如果你关掉之后 它就直接帮你删除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刚刚这个地方 直接删除 它不会跳 跳那个Alent 主要是我已经把它关掉了 所以要怎么做 我刚刚已经把过程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因为这个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点 第一个 我是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删除 P字删除 那P字删除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看 其实 这个可以 第一个是什么 Shit 第几个 比如说第七个 或者是Shit.com 可是问题 这个数字会变 所以我做什么呢 基本上我可以跑个回圈 那跑个回圈的话 外面可以包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是变动什么 变动要删哪一个 那我可以给我个i for i 等于什么呢 Shit.com 意思是说 我总共有几个 我先把它全部新增 底下跑一下 OK 总共有几个 那我不知道嘛 没关系 我可以用Shit.com 假如里面有七个 它回来就告诉你 有七个 OK 到哪一个呢 到第三个 比如说你不要删过头 不要把清单跟 你的资料表 全部都删光光 那删光光你就不用查了 所以第三个 后面请记得 因为是倒过来删 倒过来删 请你一定要加一个 叫step-1 因为呢 你那个 那个 本来是step-1 它是等比 就是一直往上加 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往下减的话 记得加一个step-1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7 换一个6 nest 5 4 3 好 这个时候的话 shit 7.delete 可是呢 你这个时候会执行的话 它会一直跳什么 是否删除 是否删除 有没有 执行给各位看 诶 是否删除 是否删除 因为它7 6 5 4 3 诶 删完了 可是麻烦 以后每次都要跳 那不就 不是很OK 所以我前面有讲过 好像有一个地方 有类似的 你可以把那个Alone给关掉 那关掉的方法 我有讲过 其实 那个管这个Alone的那个 就是那个最大的 他们这里面最大的 那个物件 那个物件的名称 我前面一直强调 一定要了解 叫什么呢 Application 那里面的话 其实你点下去 如果你拼错 拼错它不会显示 拼对它会显示 里面的话 有一个针对那个 是否显示 那个Alone的 叫做Displace 所以你打一个DIS 大概就出来了 或者有没有 DisplaceAlone 这个指的就是 要不要显示 有它管的 它这个属性 等于有个开关 触或False False 不要 OK 那我就怎么样 再把这个 记得你关掉之后 一定要记得 最后再把它打开 否则它以后 应该要显示Alone的 它就不显示了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新增 再删除 就不会有错误了 不过呢 在删除 因为我是已经有P字新增了 你们等一下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后面的P字新增值是什么 因为我要在P字查询之前 总要先怎么样 针对这个清单 里面的不论是A栏 B栏 或者C或D栏 那我需要怎么样 我希望 跑个一样 P字新增的话 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就是我要的范围 那我要做什么呢 先抓到那个名称 抓到名称之后怎么样呢 先帮我add一个新的工作表 有没有新增 前面跟其实跟前面那个很类似 去此 这个上面的名称 然后怎么样呢 再把那个名称 改成用点name的方式 把这个名称改过 那这个要怎么改 其实我们可以参考那个前面的方法 P字新增 因为前面很类似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首先第一个我需要做什么 一样 我在做P字新增的时候 我担心说我游标不是在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 我就先怎么样 先把游标先确定放在第一个工作表 就放这里 那最后呢 也是在拔切 为什么 因为你新增新增 它游标会放在这边 怪怪的 所以最后再把它切回来 所以你会看到头跟尾 都是序子1 点slate 那里面的话呢 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取得那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那取得清单里面的资料 因为我现在的游标 是在第一个总表 但是我要取得清单里面的资料的话 清单这个工作表里面 因为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我这边会多一个 序子 刮弧清单 才去抓这个清单里面的range B2 向下追踪嘛 那追踪到底B2 往下追踪会有几个几列 先追踪一下 那就从第二列到最下面的列 可能追踪回来的话 看一下这个 它会自动去帮你到这边 向下追踪到6 那就这个范围 2到6 那做什么呢 基本上它就帮我把那个资料抓过来之后 再去抓里面的资料放X 那这个以前我们在抓资料的时候是用input box来输入 不过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什么 透过工作表里面去抓到哪一个B栏的哪一个这个哪一列的资料放在X 再利用什么呢 新增一个工作表 并且重新命名 在这两行我想前面有用过 那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跑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先把这个旧的删除 然后再批次新增 OK 第一个先切到这里 然后呢 我就先按F8 从第二个到最后面一个 到6 那它会先抓什么呢 抓这里面的这一个 帮我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先抓到 那我看一下 这X里面的话 对 就第一个清单 那新增 新增在这里了 OK 然后呢 重新命名 把那个名称改成X 然后换下一个 再抓下一个丢到X 下一个的话呢 是房地 有车位的 OK 然后换下一个 新增 一直可以推览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新增 不过 批次新增里面呢 还没把它贴上 我们按部就帮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两段程式码的话 在云端上面有 其实就往下 批次新增 建一个清单 然后再来后面就是 批次删除 批次新增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做 批次的动作 无论你做任何的 在XL里面呢 要自动产生 这个资料之前 恐怕这两个是必要的 一定要了解 而且要熟啦 不然的话 你将来 你看到别人很厉害 他全部都自动完成 为什么 因为他会批次 但如果不会批次 你就要手动了 所以在做任何批次的动作之前 一定要了解 如何批次删除 如何批次新增 后面是工作表 那动作其实没有很多啦 那后面很多 其实都是由 这些城市衍生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很多啦 未来如果说你要什么 要从那个资料库 捞资料也好 或者从云端 从网络啊 从各 那你当然第一个 一定要有地方给他放嘛 所以你要给他放资料的话 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做 批次 新增 工作表 这些 然后 会了之后的话 你才有办法把资料 放到你应该放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放资料 我们只是产生一些 空的工作表 只是把名称改一下 待会一样 要把单次查询 查完的结果 贴到那个 我们的 需要放的那个地方 那个名称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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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